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從前有一位漂亮的小公主 她身穿白色蓬蓬裙 銀色高跟鞋 住在一個豪華的城堡裡 但是她不開心 因為她總遇不到白馬王子 帶她去吃美味的美食 於是她決定離開了城堡 去尋找她夢中的白馬王子 一路上她遇到了七個巨人 她不再吃 你 是那位傳說中的玫瑰花王子嗎 是的 老天爺終於聽到我的期望 所以你要帶我去吃好吃的美食嗎 對 好開心 那你知道傳說中那間超好吃的牌店在哪裡 我知道 我很像不知道 沒關係 我帶你去跟著我 好 這下看不對 這裡 這間 好 於是 公主與王子 過著吃飽 趁著好吃懶惰 一事無成令人 羨慕到不行 瘋狂吃喝玩樂的日子 這一間 位在三多四路的殷屍復服服餐廳 可是高雄唯一專賣派的地方 沒想到紅玫瑰王子 早在這裡留下了記號 趕快來試試他們家的派吧 哈囉 我是傑兒公主 老天爺終於聽了我的祈禱 你看 我終於找到了 享受人間的美食 你看在我眼前這一桌 哇 今天辛苦你了 阿妹店長 幫我準備了這麼多豐盛的美食 今天就要來帶大家品嘗一下 我費盡千辛萬苦 經過了很多低潮起 終於走出城堡才找到這些美食 那我要來先品嘗這個 最有名的派啦 阿妹店長想請問一下 這個派裡面 是有暗藏什麼樣的玄機 讓它能夠這麼的美味 這麼的可口 那你現在品嘗這道料理呢 是來自英國的紅酒牛肉派 有沒有聞到紅酒的香味 好香喔 就是像一般那種牛肉麵店 他們燉牛肉的那種香氣 有沒有 對 但是是用紅酒喔 用紅酒去燉的 所以它有個特別的魔香 那我們的餡料啊 都是用我們新鮮的牛肉下去製作的 然後再加上來自英國 還有一些其他國家的香料下去提味 這一道英國口味的紅酒牛肉派 師傅用中火炒出牛肉的仙人 加入紅酒 讓那個肉塊吸滿的酒香與果香啊 再將餡料包在手工做的油蔬派皮裡 每一個鹹派都得經過師傅的巧手捏制 再送入烤箱的烘烤 慢工出熄火 才能呈現一個個飽滿金黃的鹹派呢 一般吃派啊 我剛剛聯想的就是 像我們吃什麼蘋果派一些點心 是圓圓的 或是切一片一片的派 很少看到會像長得像餃子的形狀 對 所以像很多客人都會 直覺想到派店是賣甜點的 對 而且其實派呢 在英國來講的話 它是可以當主餐來用的 所以它的形狀沒有限制 一定是一個圓盤狀 那主要是依照它餡料的一個情況呢 那像這個紅酒牛肉派 它就餡料是比較軟一點 所以它是做成餃子型的 那有的就像妳講的 是一個大圓盤 哇 這個醬好香喔 好像外面我們吃牛排的那種 黑胡椒的牛排醬 對 而且我們的醬是我們自己做的 不是像外面可能有一些是用罐頭 那我們是自己做的醬料 會跟我們的餡料更搭配 那妳也可以一起搭配旁邊的生菜一起用喔 它的派皮啊 非常的酥耶 跟我一般想像的真的很不一樣 像我們剛剛說如果吃甜點 因為我們蘋果派的派皮就是比較黏 黏黏的咬下去就是沒有那麼紮實感 但這個非常的酥 像餅乾的外層一樣薄薄的一片對不對 對 它是手工做的油蔬排皮 主要它是當主餐用 所以它的油脂的比例我們會降低 那當妳吃起來會比較有飽足感 那相對熱量也不會那麼高 而且我覺得最好吃的地方應該是它邊邊這個邊對不對 對 它超脆的要下去 剛烤起來的時候啊 尤其是這個邊邊你切下來可以直接沾我們的醬汁 那就是最好的 像那種披薩的邊邊對不對 咬起來就是很有嚼勁 然後又可以沾這個醬汁 而且這個醬汁真的非常的香喔 它的那個牛肉的味道好濃喔 哇 我覺得這個如果搭配麵包啊 那些也都很適當對不對 很適合對不對 所以妳說妳們吃派的手旁邊都還會附一些生菜沙拉 對 好特別喔 派本身是烘烤類所以它比較乾一點 那妳用生菜去平衡它的口感 這樣吃起來口感更好而且也很健康 有吃到上面的醬嗎 好爽口喔 因為派是鹹的很特別嘛 很少吃到鹹的派 那它鹹的再搭配一些生菜沙拉 非常爽口 而且這個醬油我有吃到很特別 是我們自己做的油醋醬 那它的那個裡面除了橄欖油之外 我們還加一些水果果汁進去 有有 我吃起來感覺就是像在那種果醋那種 我們一般喝果醋然後加一些水的比例 對 它不會很酸然後又很酸口 高雄好像沒有其他間店賣這樣的東西對不對 目前好像台灣只有我們在賣耶 目前全台灣只有這一間喔 哇 我真的好開心喔 今天能夠來到這邊吃到這個全台灣唯一的 一家派 紅酒牛肉派 是太特別了 因為一般紅酒牛肉大家會想到牛排 就是完全不會去聯想到竟然是派 真的是太酷了 那另外一道主菜呢 是不是也是你們店裡面非常特別的東西 因為現在人都很注重養生嘛 而且主要吃素的人也越來越多了 那我們來到這樣的餐廳 如果說同行的朋友裡面有人吃素的話 那它如果沒有像可以點選的餐點就好可惜喔 所以我們有推出像這樣的番茄口味的焗烤 好香喔 那裡面主要番茄有很多的營養素啊 對 它的番茄味超重的 而且它的番茄不是像那種番茄醬的死鹹或是死甜 它是很鮮的 吃起來就是那種鮮美的 很像你們用番茄去熬出來的那個高湯對不對 它是用整顆的番茄下去做的 所以吃起來不會像番茄醬這樣糊糊的 然後口感上面也會比較偏鹹 它這樣會比較新鮮 而且搭配上上面我們特別選擇牛西蘭的起司 哇 還特別選擇牛西蘭的起司 所以會越嚼越香喔 那我應該來吃吃看這個起司 裡面還有很多蔬菜對不對 對 我剛剛吃到蘑菇跟紅蘿蔔 還有花椰菜 我看到四季豆 對 那我們選的食材呢 都是希望可以比較新鮮 那順便介紹給我們朋友就是 起司如果有這樣子把濕的程度 表示它的品質是很好的 哇 你看 它不想要從我嘴巴中離開 你看這太鮮美 你看這一絲一絲 所以起司如果它 那個拉絲的程度越高 就代表它品質越好對不對 對 然後越嚼越香 也是相對表示它品質是比較好的起司 真的好香喔 那如果有吃素的朋友的話呢 你就可以選這樣的料理 然後你又可以吃到美味的料理 然後又可以 因為吃素的關係不會限制到 好香 因為一般外面焗烤的起司啊 就是有時候你放久了 它會變硬硬的對不對 對 那你吃起來就變成乾乾 變成一塊一塊在你嘴巴 完全沒有辦法像這樣子 是一整坨的這樣被你拉起來 那吃起來口感差很多 所以吃過了之後就知道說 什麼樣的起司才是好的起司 好好吃喔 這起司真的太香了 而且份量很夠喔 對啊 我覺得這個洋蔥還蠻好吃的 就是它切得很細 然後跟那個番茄醬融合在一起之後 又煮得很軟 就不像我們一般吃到洋蔥 還是會有那種辣辣的味道 或是硬硬的皮這樣子 就等於是說它整個煮得很透 然後番茄的醬汁融入在當中這樣子 就不會因為像您剛剛講到那個洋蔥 它本身有一個辛辣的味道 對 有些吃起來會很強 對啊 好棒喔 喜歡嗎 我非常喜歡 對 而且其實我最喜歡就是 我剛剛走樓梯上來 你們這間店的裝潢 真的非常的古典 真的非常的美麗 非常適合你的氣質 阿妹店長 你真的是人太好了 說的也是事實我知道 是 所以你們的裝潢是英國風 對不對 英國式 對 古典英國的風格 所以其實你進來這間店 然後享受這個宮廷式的音樂 其實你會覺得自己就像在英國 對不對 只是差了一個 會跟你講英文的人跟你聊天 其實就是這個氛圍 然後你整個人可以很放鬆 然後也可以吃得很舒適 對 想像一下就像這樣 對 感覺就像在英國一樣這樣子放鬆 然後慢慢想像這邊的美食 我們第一代的老闆他是英國人 創電老闆是英國人 對 那我們這家店的歷史已經 包括第一代的店主的話 至少超過二十年了 至少超過二十年了 至少超過二十年 而且台灣專門就是在賣這個派的店 其他地方找不到 對不對 對 所以就是我們也延續它 第一代的想要 因為它是因為思念家鄉的味道嘛 所以開始來做這個派 那我們就延續這個英國的感覺跟精神 然後繼續提供我們的消費者 一些很特別的餐點 因為如果它隨著店主回英國就消失 就很可惜 我覺得這樣真的很特別 其實你如果想吃那種 道地的英國的英式的東西 在這邊 在台灣 在高雄 在這間店你就吃得到 不用坐飛機到那麼遠的地方 去英國享受 而且這是非常道地對不對 對 我相信如果有外國朋友來 是他們也會很驚訝 就是哇 這邊的美食 怎麼跟他們家商的一樣 對 而且他們會很訝異說 怎麼可以做得這麼道地 因為除了派皮的製作 跟餡料的製作之外 我們真的都完全沒有 像有一些異國美食會想說 因應我們本地的口味下去做改變 做一些改良對不對 但是我們是希望可以讓我們的 我們在地的 像我們的高雄的客人 或是其他現實的客人來到這邊 品嘗到的真的是原汁原味的英國風味 真的好棒喔